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莫 這一期影片又要來開箱 我真的是整個秋冬都在買買買 這一次的包裹是在11月11號收到 拍攝影片的這幾天風速都很驚人 所以拍攝過程有點艱辛 畫面都會搖晃震動 還請大家多多包涵喔 第一個要開箱的品種是藍龍 我原本已經有一顆 在今年度下時 歷經跌跌撞撞 倖存了下來 因為很喜歡它出狀態的樣子 決定再買兩顆 第二個品種是皮蛋 其實這已經是我的第三顆皮蛋了 前面兩顆都養沒多久 就早早升天 因為很喜歡它的胖胖葉 還有血斑 所以決定再拼一次 希望這次能夠成功把它養活 第三個品種是小海螺 原本之前有兩株 今年度下時 因為夜蠻的攻擊 兩株都升天了 因為很喜歡這個品種 所以又再買了一顆 接下來的品種是烈焰 它有端正的豬型 還有紅到發亮的夜間 當時我一看到賣家提供的照片 完全沒有思考 立刻加入購物車 現在見到本人真的很漂亮 接下來開箱的品種 名字是MOMO 它有紫紅色的胖胖葉片 還有葉圓的紅邊邊 我覺得它也是高顏值的品種 最後一朵開箱的品種叫做沙漠之星 我下單以後就一直很期待它的加入 沒有想到它本人真的這麼好看 這QQ的葉邊 還有包裹起來的豬型 怎麼看都不會膩 在拆完包裝以後 就要來拖盆和修根 因為風很大 怕盆土到處飛 就先快速的拖盆 要來拖盆 接下来要来修剪整理根系啰 烈焰长了花剑 我会顺便把它剪掉 以免影响生根浮盆的营养分配 它的根系很丰盛 刚刚脱盆时都已经长到盆底 我打算保留2-3公分的主根 其余修剪干净 Momo的根系看起来蛮年轻的 有很多鲜嫩的白根 而且连筋布看起来都很粉嫩健康 我打算保留1-2公分的主根 其余修剪干净 小海螺的根系也很茂盛 筋布很健康 我一样保留2-3公分的根系 其余修剪干净 接下来轮到沙漠之星 筋布蛮粗的 根系也很不错 虽然有轻微的根流 但依照它的健康状况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保留1-2公分的主根 其余修剪干净 这次买来的皮蛋 还有蓝笼 卖家都已经把筋布伤口晾干 而且也已经长出一些根系 可以直接种植 根系修剪整理好以后 就要来泡澡沙菌 准备清水 依使用比例加入沙菌剂 然后搅拌均匀 把肉肉们放入水里 让植株尽量没入水面 尤其是有修剪的伤口部位 还可以顺便冲洗植株 降低虫害发生的几率 浸泡大约10-15分钟以后 就可以把它们捞出来 放置在阴凉通风处晾干 或者可以使用吹水机 把多余的水分吹掉 加快伤口干燥的速度 在晾干了一天以后 检查伤口都已经干燥咯 要来准备上盆 第一株要上盆的是小海螺 又叫做海螺或海螺姑娘 是海琳娜跟洛西玛的杂交品种 其实海琳娜是一款 非常不容易上色出状态的多肉 但是因为小海螺 有另一半的基因来自洛西玛 所以只要养护环境稍微好一点 它的叶片就能变红 甚至极致状态时 会全株变成燕红色 它的株形周震页面有暗纹 整体形态和月影系蛮像的 都具有通透感 小海螺算是偏小型的多肉 盆起选择比它的灌服 稍大一到两公分就好 依我自己的养护经验 还算蛮好照顾 平时水分保持干透焦透 夏季高温时要注意遮阳防晒哦 接下来要上盆的是皮蛋 偏中大型种 植株连作状 几乎没有筋 叶片呈三角形或软形 出状态时叶圆叶被容易泛红 叶间甚至会红到发黑 也许就是因为会红到发黑这个特色 所以才会被取名为皮蛋 它不喜欢过于炎热的气候 天性就比较耐旱 夏天到达30度以上时 就要做适当遮阳措施 也要特别注意控制水分 以免盆土潮湿闷热 比较适宜生长的温度 是10到25度之间 在秋冬春季节 尽量提供每天至少8小时的日照 会更容易出状态 如果能够提供全路氧的环境会更好哦 接下来要上盆的是沙漠之星 又叫沙漠之星或松露 它是沙威娜的石化变异品种 植株连绰状叶片呈软型 微扭曲 叶圆会有明显锯齿状的褶皱 叶片颜色是蓝色自微蓝色 出状态时珠型会包裹 叶圆会泛粉红色或粉纸色 它叶片层层叠叠的样貌就像是一圈圈的浪花 我觉得很迷人 因为是石化变异品种 所以生长速度不会太快 叶片是属于薄叶系 配土时可以稍稍提高泥炭土的比例 增加饱水和饱肥的功能 春秋冬生长季节可以直接入养 盆土七八分干的时候就可以再补充水分 度下时提供适当遮阳和通风的环境 就可以不用担心哦 接下来要上盆的是蓝龙 据推测它可能是吉娃娃和乌木的杂交品种 叶片肥厚有明显的龙极限 珠型是标准连作型 叶面光滑不负白霜 平常叶色丝青绿色 在光照冲除解蚊杂大的环境下 叶片背部会泛红 叶间则会变成深红色 而且小爪爪的形状会变得更加立体 同时珠型还会变得更加紧致 如果环境条件足够 它的叶片底色会温润如玉 甚至会出现像乌木一样的黑边 如果真是遗传了吉娃娃和乌木的习性 那就表示它的生长速度不会太快 也不容易出现涂涨的现象 以我自己养护经验 蓝龙还蛮好照顾的 春秋冬是可以入养 到了夏天要做遮阳措施 注意环境通风和控水 超级别逻达 雪梨 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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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盆以後過了9天 原本投好撞撞的momo 突然化水掉液 应该是染菌了 把叶片清掉以后有喷药 但不太乐观 再过了两天 原本健康粗壮的筋部 出现明显的凹陷 叶片几乎都掉光了 就这样momo到家以后 只有12天的寿命 植物是有生命去变化性的 染菌生病也是会出现的常态之一 虽然觉得可惜 但还是只能接受损伤 说再见咯 以后有机会再把它买回来 距离上盆的日子 已经过了将近50天 现在就跟大家分享 新朋友的近况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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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all in love again Find your chance to come my way Stay right here and play the game Catch me off guard once again Make your move I watch you live Counting on you 那這一期影片就分享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觀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